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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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最近有兴趣的东西在文开放资料 然后我也对于群众智慧或者是教育东西一直有在接触 这样子 对 如果想知道我更多的话就是SkyHone的TZ我可以连到WikiHop OK 那就请多指教 OK 那今天就是这个 今天这个议程主要是一个讲故事的串 那就是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在这一个 这一年半以来就是我们从就是决定开始要就是自己来打赏 自己来做工具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经过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做哪些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究竟做到哪些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那就请大家就是开来听听看这样子 好 那总之我们UniCoast的同学都是来自于师大志工 那就是跟我同届还有我的学长 就是一样来自师大志工的学长们 我们一起就是在我第一次在选课的时候觉得就是 真的是选课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 那相信大家可能即便不在师大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 或者是知道很杂乱 然后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些课的除了必修以外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么样 但是正常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选课系统 那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 是一个2011年到现在的一个选课系统 然后点进来之后就会看到一个就是 就是选课系统长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用搜寻的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形式就可以知道整个 这样子长这样 不过我们的系统有一个我们师大选课系统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可以直接透过打这个节词 直接按节词就可以知道就是课程的时间在哪里 oh whatever 总之就是这是一个选课的流程 相信每个学校或许都有经过这样的心态 那就是但是我们除了课程资料 就是教授给的课程资料其实是不太够的 我们希望能够拖到就是其他学生对课程的想法的时候 就像这间教室的闹钟 就像这间教室的闹钟 这个闹钟 那个中生的 好没事我不是想要讲话那是算了 哈哈哈 OK 那就是我们平常在想要知道其他学生对于这场课 怎么想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DECOM 我们会去看PTT 我们会直接去看FB贴文 或是我认识的学长姐们 他们到底对于这场课 修过这场课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们有时候如果想要发现没有什么资料的话 我们会直接去FB收藏提文 或者是直接问学长姐 对那同时我们有可能就直接去问就是身边的同学他们去哪些课 然后直接去问卦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平常大家可能会在询课时候做的事情 那我们在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有就是我们有去 事实上有非常多关于课程的这些平台 那就是有简单整体出几个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会用 然后也是就是现在也在活跃的一些平台这样子 那就其实就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非常多非常多 然后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目前的台湾 就是你在台湾大学 台湾得大学的选课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或是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这样子 那这个专业怎么开始呢 这个是在某一个就是我们系上办的耶诞业业丹晚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着就是在就是目前在台下的我们的一群 就是一起做NUCOS的朋友们然后就走在路上 然后我们就然后在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才刚大一 就是刚快快结束这样子然后就跑去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有没有办法做这个专案 虽然那时候就只是想上了 然后就某一天我就那边一直想 然后就在耶诞业丹晚会的结束 然后我们要去走回捷運站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我想要做这个东西 那结果我们就在那边讨论了好久 可能半小时又吧 然后到最后说好像真的有料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做了 那总之我之后就跑去问Jekob 我跟他说就是我都可以 就是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 然后就跟他聊 那结果一聊就聊三小时这样子 那就是 这次我是跑去找才发现就是原来我们真的聊了那么久 然后之后就我们就跑去跟就是 在我们学校 一样有在做类似的开语专案的NOJ 就是在做OJ的 我们学校的就是在做 可以说是DASA 就是DAS Structure 跟那个演算法的OJ的开语专案 那就是他们在2014-2020也有讲过 那就是我们就想要去问他们的意见 或是这东西能不能玩得起来这样子 那他们在那时候有开语跟什么维路的服务学习 然后我们想说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能够一起 就是再参与学习服务学习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总之就是 我就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写成左边这份文件 然后好巧不巧的就是我们的学长 智慧学长他也有曾经想过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右边的这份文件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其实蛮像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组织一起来 然后看能够把这东西做出来 对那这个就是这个专案的开头长这样 OK 那接下来就是从2021年的生态集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那就是 我们就把它分一个学习会给你讲 然后发现就是 我们最后整理的时候发现 好像这样子好像蛮好整理的 总之我们就把它当作Lollipop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这些学习叫Lollipop 那为什么叫Lollipop 就只是那时候Android11刚好说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好 那总之就是我们在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说 那我们来做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开了几次会议 然后我们就 我想说 但是开几次会议发现 好像还没有化完聚焦 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一个brainstorming 那brainstorming之后 我们就 我们就花了一下午 还是一整个早上 一个上午 然后就在 我们找到某间教室 然后一起来玩这东西 然后其实 拿我们最后 得出来的东西还蛮多的 我回去看的时候 发现这东西 对我来说蛮怀念的说真的 已经一年半了 那就是在里面有一些就是 大家可能在 平常在想到 平常想到有关于选课 可能都会想到这些东西 那就是有关于 就是 课程领域有哪些啊 或者是 我要怎么拿到新的评价 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时候我们对这东西 起到特别多 或者是 找课程要怎么找 那我们那时候 想到非常多的东西 像是 或是我们甚至可以 弄一个课程论坛 总之是一个非常 发散性的讨论 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些 全部列出来 那 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 就是我们或许 可以做的东西 全部写出来 然后我们最后还在 当时就想说了 我们的专案名叫 Nunicourse 对 然后应该就是在这一天 那 总之 Nunicourse的这个名称 就从这时候翻译出来 好 那 Nunicourse的出来之后 我们就想说 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做出了这样的树状图 对 那Nunicourse的目标 在那时候 我们就画出了这个树状图 当作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对 但是 事实上目标 应该不是这样定的 就是 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过 就是做一个专案 到底要怎么做 或者是 我们应该要去参考哪些东西 才能够让这个专案能够实行下去 或者是让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做出来 所以 总之我们就花了一整个学期的时间 在自己摸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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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候顺对画出 画出我们第一个看板娘 对 好 那总之就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做出来之后 发现 我们其实预购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选的框架 然后发现 我们用这一次 然后发现这些图也超难写 在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要接 Prosquest Sequel的时候 我们根本写不出来 或者就是 他跟我连 就是连真的写出来 连做的本人都觉得 就是不要用它 其中其他东西 那总之就是 在各种情况下 我们就只是把它提出来 然后我们也 我们那时候 甚至就是在 就是春节廉假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 但是到最后 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 遇到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多到我们 就是把我们的热情 那个时候消耗再去 然后加上那时候又是期末 然后就一直 就一直死急 一直到那时候 总之就是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 有一次没一次的 然后就一直到期末结束 然后 又一个暑假过去 然后直到最后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没了 但是某一天 就觉得好像 这个东西不做出来好像不行 我好像又要开始选课了 这东西就开始困扰到我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开始做这件事情 所以之后我又开始就揪大家说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动工 然后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好 那就是第一学期就这样 很奇怪的结束了 OK 那到第二个学期 有看到G0B G0B是一个我们在第二学期 就是合作最 就是 关注我们最大的一个 就是社群 那 在那时候我们就 开始去有一些就是 比较正规化的 就是投认方式 那就是那时候其实还 就是对我来说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 就是这些概念 那总之就是说 我们会在G0B上去 放放CodeBase 或者是把一些卡片 开在G0B的Rebel上面 就是开个讨论板 然后或者是确定说 我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那如果是一些 比较细部的讨论 或者是用HackMD 去记录这些会议的内容 那这些是一些 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总之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就真的把这个 我们就 开始知道了 就是什么叫MVP 然后开始去 尝试把MVP的东西画出来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 把它尝试把 尝试把我们想中的 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 是什么 这个只是我们当时的 HackMD 那个万圣节的 专属的New Course的标识 这样子 好 但是在那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我们的 专案 到底要往哪里走 然后我们那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 相关的概念 那我们是怎么知道 我们走错呢 是透过就是 在G0B的 酒松団他们有一个比赛 叫做 这不叫说公民十多客人 那叫做 专案 专案浮发竞赛 那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 协助公民社 公民科技社群的 的学生能够去 协助我们一起 协助我们 然后做出一个专案的一个比赛 那总之就是 那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 然后我尝试想要把它 尝试想要提案 让我发现了超级多问题 就是这个表单的问题 我发现我一个一个都填不上去 就是它问我说 我需要做什么事情 或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然后发现 当我在填这个表单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这个专案可行 然后就会遇到 就是光是用想的 就可以讲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 到底要怎么解决 这样子 所以就是 因为看到这个专案复发竞赛的那个表单 所以才发现就是我们 好像完全走错方向了 所以我们才就是 所以我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去到底想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得比较好 那总之最后就是 我花了好几天 最后才把它做出来 那最后 最后就是很容易 就是能够在最后的比赛里面 就是做候选 对 那总之就是 这是我们那时候在比赛 就是当时在决赛日的照片 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把整个 我把整个有关于就是 内容 我把它就 结束在这边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 就是这边 在整个学校里面有很多课程 然后也有非常多学生在这边 然后 但是每一个课程 或许他们会有一些教科书放在这边 就是 连结教科书或是写下参考资料 然后同时就是 去照这些所有的课程 都还有一些学位 去把它就是全部算计在一起 那其实这些内容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还有 如果我们想要去知道 就是课程之类的关系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去比较 两个 两本课本之间的关系 或就是同一个课 但是用不同课本 那他们的关系导致是什么 我在 我要在选某一个领域的课程的时候 我到底要选哪一门课 比较适合我 或者是 在某个学程里面 某一个内容里面 我到底要 有哪些内容 是我真的想要学的 可以去 让我决定 我想要去修哪个学程 或者是 我到底有哪些同学 是跟我修类似的东西 这些都是 或许在 就是一个非常 划算的想 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有可能可以做到 或者是 可以玩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我们发现就是 我们好像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去讨论 这些有关课程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东西或许是一个 如果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基础宣设把它建得出来 之后 我们才能够讨论 接下来后续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基础宣设 然后我们就 尝试把它做出来 尝试利用就是 现有资源把它 找出来 那抱歉在这边 可能有点 模糊 那就是我们的输入课 我们输入的话可以看到 左上角是 教育部他们做的 课程指援网 就是他们有尽可能的把 每个学校的课程 把它收立起来的 虽然里面的资料 其实还是蛮脏的 但是 至少我们好像 没有办法 透过这里面拿到什么 就是 基本上他们只是把链接放上去 那链接就只是 那个学校的 选课帮忙 就没有每一堂课的列表 这样子 那它是一个非常脏的资料 那这个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 就是 这东西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 就 并不会让我们 比较容易的做到这件事情 那 还有其他 就是 选课系统或其他来源 这些就是 UnityCourse的 课纲的资料来源 这样子 那之后我们 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些资料 能够让其他 想要用这些资料的人 来用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用API 或SDQ 或是CISO 去 让大家能够加进这些东西 或者是在进行研究 有关于就是 课纲研究的时候 能够用出来这样子 那当然会比较外 这就不用说了 那我们发现就是 呃 或许就是 我们可以把整个 UnityCourse的架构把它分成以下 这样子 那这外面这一层就是 就是整个 最 最脏的资料 就是来自于 的 或者是 所有其他的地方 那如果 那它包含的是 所有学 所有在台湾的大学的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配 分配给每一个学校的 可能就是 有兴趣把他写爬虫的人 然后把它 一个一个把它变成一个 每个学校都可以互相沟通 或者是大家已经设定好的一个 阶层格式 那再之后 如果在这个课纲里面 假如这个教授 他没有写任何资料 或者是这个资料 其实跟实际上 有非常大的输入的话 那我们 那就是 呃 我或者是 任何有 希望能够 补充这些资料 或者是想要有评价的人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上去 那这个是我们在 主要就是在第二个学期 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想 想出来的方法 那这件事情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那到底可以帮助到什么事情 那主要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但是我们发现 教育工作者或许也非常需要 用到教育的资源 但是 但是老实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 就是任何有关于就是 这个学校 到底有哪些课程 然后这些课程的 这些课程的比例 或者是上课的内容 是可以代表这个学校什么 什么东西 或者是可以怎么去优化 怎么去 可以让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 能够更丰富 或是各种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如果能够把任何做出来的话 那或许能够就把这个东西当作参考 然后能够做进一步的分析 对 所以我们基本在那个学期 我们就做出一个单纯的demo 这个demo是 我们在那时候就是花的 就是在这学期做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 这个是我们把 已经把就是 至少把诗大的课程 还有一部分的课程把它放进来 然后我们在搜寻之后 就可以直接拿到 就是学校给的课程资讯 学校给的课程资讯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 就是可以看到 诗外我们还可以直接透过 就是永久连结 去直接把它分享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永久连结就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当别人要讨论课程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到的东西 对 那总之到那时候的目标就是这样 这样子 那我们那时候才真的有一个完整的目标 然后才可以用一句话把它讲出来 我们在之前是完全没有 就是说我们想要做论堂 我们想要做课程评价 我们想要做五星的课程评价 这些东西 我们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发散 然后直到这时候 我们才真的想说 就是我们真的要决定的那个问题的话 那只能从基本建设开始做起来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聚学局学到的东西 这样子 那在最后我们就 就得到最高想象的2万元 然后再之后我们还 到之后就是 俊宁非还为我们录制了一集Podcast 那这个Podcast应该是在任何主流的地方 都可以听到 那是由GTV Underground 临时电台帮我们录制的 那就是可以听到就是我跟 就靠另外一位Maintainer 是在做这段时间的遇到的事情 这样子 OK 那今天就来到最后的RAM 那这个RAM指的是就是 我们在那时候其实 在报告的当下 其实我们发现还有一些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我们check up 就直接在那时候 直接提出了RAM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想说 这是不是该不会是为我设计的吧 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在玩 CF14的RAM Reborn 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闻过 好 没关系 总之就是我看到这个名字 然后总之就是 那时候发现问题很大 是因为就是 我们有些问题 那总之 遇到的问题只有这些 那就是有关于 就是制造可维护性的实作方法 实在是太复杂 然后加上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原本的情况下 直接去透过预览的方式 就可以制造课程的内容 就只是一些比较琐碎 然后能够增加整个UniCourse的UIUX的东西 那同时我们还在想说 如果要让其他学校 也能够用到UniCourse的Core 然后能够去写一个 他们能够自己维护 然后自己建一个达克 然后自己run一个Server 然后还要跟其他的学校能够参接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很复杂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 去让这个流程尽量简化 那那时候是 那那时候我们做这些的改动 这样子 那就是以在现在的情况下 以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是做这样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是用SelfKit 去把后端跟前端包在一起 然后就是 它有包含就是 嗯 嗯 我们就是用 Cloudflare 的R2 然后去存Store Service 然后还有总是总总的这样子 保险时间好像不够多了 保险 那总之 那时候我们好好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使用主程器 那我们就发现就是 有关于参考价值虽然很高 但是搜寻功能大家都认为 就是没有办法透过在现有的情况下 就是包含FB社团 或者是其他的搜寻引擎 就是虽然那个评价 课程的评价 或是课程的资料找得到 就是它存在于这个网络上 但是你很难透过简单的方式 去直接找到 或是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才可以知道一堂课 它实际上要不要当怎样 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 那 那这是我们在那时候 就是在做一个 就是在 我们自己有做一个类似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总之就是在这个任务里面 我们就做了 我们就 从事把这使用者的东西 把它做 使用者的分析把它做出来 然后再重新再问自己 就是到底我们需要什么 就是身为选课的学生 我们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对 好 那这就是 我们从 就是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做的事情 那 这代表就是我们 从一开始到现在 用者做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 我们都是一群 就是至少我 是一群 就是 某个学校的专案 某个学校的专题课程 然后从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我的任务的东西 直接把它放进去 或是我直接把 专题把它 把这东西把它拿去送 这样子 那总之我们就做 就是第一期的那么多东西 那在这边我想要特别感谢就是在我右手边的这群maintainer 一直陪我到现在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让这件事情一直成就的大家 就是包含就是推我 推我那个比赛的梦婷 然后还有联系小医学校的大家 还有我的专业教授 还有就是 站住我们的HackMD 还有CMTUG 台湾原生语言 对 那的台湾使用者社群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的人 对总之 这是我目前做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就再问 我们要怎么继续把它做才能够把这个社群建议起来 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 那我们虽然想做一些东西 但是就是 主要就是以这些内容为主 那在接下来可能还有就是 我们还遇到了很多就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或者是我们肉片写出来 但是 就是 就是可能以我们目前的人力 我们只是我们目前就只有五个人 那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或者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其他学校的人 能够有兴趣来一起写 课程发送 或者是把它 或者讨认出一个能够把 就是大家都能够 你都能够看得懂 对 所以就是这个简化也是有必要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议程 其实就只想跟大家 就是我从一年半前 就一直到现在 然后想了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我们仍然还在一个半整品 然后我们还需要大家帮忙 我们需要大家帮忙才能够就是 才有可能把这个做出来 如果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持续的话 那就一样就跟其他的专案一样就只是变成一个泡沫 所以在这边只是想要就是要请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想这个问题 这样子 那就是 如果你对于这一个 就是这整个专案 或是有关于课程的所有东西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共笔 直接在共笔 找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直接扫这个 直接来看到我们一直以来的讨论记录 那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讨论 那这东西也同时有在 Ginimby的slack上面进行同步 或是在任何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做 这样子 那我们还会再继续努力 这样子 好 那就是我们这次的议程大概这样子 那再特别感谢 就是 十大的NLJ 然后还有HackMD 还有CMTUG 那就是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Sky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是QA环节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QA还是照样进行 或者就是问题 不会回答每一个 那我们尽快 如果有那种问题的话 可以待会 会后 或是通过联络Skype 那OK 那目前有什么问题 现场学校直接举手发问 可以 TOP 不好意思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 听说你觉得需要其他学校 我们比较好奇 那你照理说你的高中 才会认识一些 当学朋友在其他学校 你走路 把他们看看 对 确实在 在专 就是 我们是在就是第二个学期 我们才想到就是 其实 我们可以不用屁股造局 我们其实可以开门造局 这件事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其实只是跟着 GNB的方式 然后就 就尽量把我们能够 开放东西开放出来 但是 确实我们在那时候 并没有做很大的宣传 或者是 我们没有 应该说我们 认为我们好像做的 不太够多 然后就没有 release and release early 这样子 那 确实就是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时候 才 才有鼓起孔系 跟大家分享 我们其实没有做的 很好的东西 这样子 对 这件事情确实是 在当时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做得更好 确实在那时候 就希望能够 跟大家求救 这件事情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好 请 我想问的是你们课程的课群 是所定在大学的人 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上院的课 在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教授都会开YouTuber连结 虽然有时候可能是非公开的 但是 那时候确实会希望能够让 不是那个学校的人 能够上那个学校的课 但是确实会有些版权问题 whatever 总之就是 以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先整理 所有大学的课程为主 因为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 对于基本建设 或者是对于教育者的基本建设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库 那如果把这些东西 如果先把资料库进攻起来的话 那之后我们可以再跟浩天 就是TED的Horse API 或者是跟君英平 就把IPI放在一起 或者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对就是无论是大学课程 或是开放式课程 这些东西 对 他的推广方向 会是大学高中博中博中 还是大学课程 大学是怎么样 这个方向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去推动 如果我是以高中博中的话 目前不会 只是排取比较后面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但是如果是要问后面要怎么做的话 刚提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跟其他的GDNC 因为我是GDNC的LEAD 那我们就在想 就预计可能会在 接下来 可能会去跟各个GDNC的LEAD 求救 或是跟各个学校开学者求救 或许就是 整个学校 所有学校里面最多开发能力的一群人 那或许这样才可以长就 那当然首先就是先把 先把扩拔做出来 或是跟大家讨论 讨论就是每个学校要怎么做 然后他们才可以 比较好做事 或是比较好减发行 对 感谢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感谢各位的 在讲一层中的问题 还有参与 那谢谢Sky 那接下来 下一场一层是 开演演员教育座谈会 我们邀请到 台下官 红师豪主任 师大志工的季博文老师 还有长大资讯系的黄一群老师 来做一个开演员 跟教育之间关联的一个座谈会 那因为座位可能不是太够 大家如果真的想听 可以 地板 真的可以 这地板看起来很干净 那我们再次以热热的掌声 谢谢Sky 下一场座谈会在三点开始 待会见